我一直會皮膚很乾很難上妝的狀態 懷孕後會荷爾蒙失調所以會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每次跟大家講 我會不會很醜啊 然後我會不會化妝夠會很難看 不會 我一直跟妳講不會還是很美啊 PVW Channel 哈囉大家好我是Dali 哇我覺得我們有時候還是要拍一下我們的內心話 我們結婚後還有一些Q&A的彈想啦 就是平常我給你們的感覺就是我們很 是 其實我們內心有很多話想要對你們講 還有就是我們彼此 因為我們私下都是也是很肯定的 很少會對彼此說了真心話 OK我們來我們的第一個標題 你要講還是我講先 我可以講先啦 其實齁我以為我們結婚後啦 會跟結婚前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在一起一年 然後我們就開始同居 同居要七年 所以我會覺得同居後啦 應該不會有差別喔 老人們都是講不要先同居 被同居過後妳結婚了 會沒有感覺 可是我很有感覺喔 我先強調 剛結婚過後 我們這間家剛剛裝修好 然後我們就兩個一起住進來 就有 興奮的感覺 直接有一個家的感覺 感覺妳自己可以炸片喔 妳是這間家的主人 這樣的感覺 每次睡醒睡著欸 然後感恩 有妳啊 然後現在有一個Baby啊 然後感恩 大家有給我們機會 所以謝謝妳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這個是真心的 然後還有一路來支持我們的人 雖然我們可能 有時候收到不好的東西 可是我們也盡量 帶給妳們歡樂 這是我們的工作啦 我的話勒 其實跟爸爸有一點一樣 因為我從小 就很渴望 要有自己的一個家 這個我也是跟他講過 然後我以前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是住在他家的嘛 也是偶爾會住在Studio 我個人 但是就沒有我們兩個人的感覺 是覺得好像在寄人裡 像住在家 然後做什麼東西都很不方便 然後妳不敢出來客廳 對 然後擺爛躺下 我這樣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人 在他的家 我肯定不能做自己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講話我都要很小心 不是我家人對他的偏見 是他一定會要小心這些東西 對 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家人其實都對我很好 只是我們外人 我會覺得 欸呀我在你的家 我一定要比較拘謹一點 在之前在他的家的時候 他都會這樣 欸妳趕趕躺在沙發啦 但是我覺得不要 這個我還是會很怕 然後老人家看到好像 不文雅 不優雅這樣的感覺啦 我沒有想到就是 結婚完過後 更好這個物質也 好了 然後我沒有想到 我一般進來這間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 好開心喔 這很鬆喔 整個的感覺就是 終於有我們自己家的感覺 對 Dada也答應我就是實現了 給我一間家的感覺 講到家 我們這個影片的最後 我們會帶你們看一下 我們家的一些改變 然後還有一些 沒有拍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們前幾個 那些拍物質啦 拍不夠細節 只要會拍一些 沒有拍過的給你們 之前就叫他媽媽拍 不要啦 因為 貴賓一直來 然後招待不走 然後我們就 少拍很多東西 OK 好進入我們的第二個 題目 我自己講有什麼變化 我自己講有什麼變化 我會把我的每一天的行程 都set到比較美 然後不會有什麼突發狀況 而且時間也比較夠用一點 想講夠用欸 因為我每次要先回家 然後齁 再去工作室 一天都浪費一兩個小時 就是他早上要去gym gym完過後 又要從gym room 去他的自己家 然後齁 打扮好 再去工作室 就是studio 好像現在我把這人家 當成我的 可以拍東西的工作室這樣子 所以我就直接 回這人家就好 我每一天少跑 都一個小時多了 不止了 兩個小時都有了 廚房用具 全部就是我自己的 我東西放在哪裡 我自己知道 也不用特地去找啊什麼 在一般的行程過後 就省很多時間 然後行程也排比較好 這是一個開心的喔 因為我在整間家 都是我要的感覺 然後我住進來 我就舒服 不好了 那一陣子也懷孕嘛 然後我就只覺得說 在這間家養胎 我是覺得很開心 而且我要為我貓貓他們講話 他們太幸福了 而且他們不是我講的幸福 他們是散發出我看得到的幸福 他們會在地上打滾啊 曬太陽啊 有些皮膚病的也好了 真正的我 最不後悔做的東西就是毛髮 因為毛髮做完出來 不過我們是真正實實看到 就是我們的毛 真的變得很開心很多 就是有一個很可惜的點就是 我們的菜菜沒有辦法進來感受 所以這個也講了很多次 菜菜可能也被你懷出來了 我在幫毛髮講一點話 就是可能我們 把冷氣開24小時給他們 可是我們沒有開到太冷 25度 是我在上網查到他們最舒適的溫度 然後我裡面還有放空氣過濾器 這家真正是夠支援整個客廳的 可是我就給他們小小的毛髮這樣支援 然後裡面是沒有什麼味道啊 然後而且嘎嘎也很疼他們 我們的女傭 就是一天會進去打掃三次 所以這間毛髮是乾淨的 所以他們很開心 然後人家來進去毛髮也很開心 哈哈哈哈 OK 我的感想是 我盡量的就是照顧你的健康 然後 呃 等一下 我看到這個餐飲 我那種 派死他欸 我們竟然講到一半 派餐飲 我想要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餐飲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廚房跟我們客廳是靠近的 所以 到達煮東西的時候 他們因為有開後面的門 所以那些餐飲會很容易進來 OK 留令懷孕過後的感想 雖然我之前 我有一段日子啊 就很控制他常常給他吃健康餐 可是我畢竟還是要體諒懷孕的人 想要吃什麼 都盡量去滿足他 可能頭兩個月我們有一直在吵架 而且是大吵架 我跟妳講很誇張 大家是控制到我 我真的會崩潰 他是真的為寶寶好 他希望我吃健康一點 寶寶是好的 但是 當我懷孕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吃我想吃的東西 然後我吃不到我會崩潰 然後他不理解 可是很多朋友過後跟我講 過後我就有再改啊 可能我只是看他三餐 其中一餐改掉就好了 那兩餐給他隨便去吃 我們也盡量再做調和啦 然後我的感想就是 謝謝他為我生寶寶 他其實懷孕過後也有一些 容貌焦慮的問題 容貌焦慮就是皮膚不好啊 還是身材走樣啊 孩子們一定會懂的 突然間變成這樣子 你的臉讓你有那種焦慮症 我很心疼他這點 可是又沒有辦法 你要不要來講一下你自己 其實我懷孕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的 然後我發現原來懷孕過後 不是這樣簡單 就是我以為 像我們看戲這樣 我懷孕這樣過了幾個月 然後肚子大 然後就舌頭降臨 但是其實真的沒有 每一個晚上是很煎熬 對我來講是煎熬 因為我每個晚上睡不好 我每一個晚上 至少會兩個小時過後 一定會上廁所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的眼睛很腫 通常在評論下面看到人家講 等於又整容了嗎 等於整容失敗了嗎 你們不懂是我懷孕過後 我又沒有得去美容院 又不可以做這些醫療的東西了 所以我已經停到完了 也不是講停到完啊 你根本都沒有什麼整容啊 沒有因為你不要講微整啊 或是做那種皮啦 什麼那些東西 你是沒有得在做嘛 你說的那種保養 也沒有得在做了 所以正常在沒有得保養的情況之下 你一憔悴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很憔悴耶 就是人生攻擊啊 我覺得有一點不好 也不懂他們是有心無意 但是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有真的是懷孕過後 真的會導致我真的很累很累 然後我的經歷說真的也 大減啊 你們看到我沒有像以前這樣Active 但是這個我覺得 我還是可以懷孕的 但是我覺得我懷孕過後 我不懂你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我的性格 不會這樣暴躁 這是我自己覺得的 可是你會自卑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被打敗 因為一直攻擊孕婦的人 他們其實也好不然來去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去看他們 不要碰到我咧 不要碰到我咧 晚了咧 不要再出現了 我跟你講我只要射到你 我們不要再講龍馬交流這個東西 改變最大的是我的脾氣吧 比較熟練一點 就是也不懂為什麼的 可是她懷孕的前一兩個月很暴躁 因為那個是真的是睡不好 然後過後現在真的好很多 也沒有大爆發什麼 發自內心 發自內心真的 OK婚後的開銷會比較大嗎 我們不要講婚後啦 因為我覺得婚前婚後 我們其實一定是要面對的 只是我們剛好搬進來這邊了 開銷會比較大 我們講我們現在開銷 我們現在有兩個員工 有一個管理人 三輛車要供 然後一間屋子 我覺得隨便算的時候一定要過萬 一間還會多一間 她又買一間在KL的公園 想要拿來租大學生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聯繫她 但是還沒這樣快啦 便宜便宜租吧 這個9到10月這樣啊 在KL普吉加流 哈哈哈 而且我講以前的開銷 我不要講買東西 我講說我們日常的開銷 我有算過我們平常一個月要出的開銷 在以前的話是 差不多萬三萬四 對對對 這樣左右 左右這樣的價格 然後到現在勒 因為我們有多見家了嘛 然後我們正常 雖然也是要到萬三萬四以上 但是還是maintain的 不會到特別高 現在可能是工人又有起價 對啦 然後我覺得現在會到萬六 可是萬六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以前是用租的嘛 然後現在是搬過來 至少我們花的錢是工給財產 對 不要看網紅好處 我們分分鐘啦 剛剛好夠用 夠工吧 我們這幾個月沒有job完啊 就是赤回老本 以前存下來的可以答案幾久 就是要看我們的努力啊 是 那蔡英再來我們就賺不到錢了 哈哈哈 其實講壓力是壓力的 然後我也很support 年輕人就是要走對的路 不一定現在往紅支隊的路啊 我看不到很好的路可以走啦 所以堅持你們自己一技之長 我覺得齁 年輕人就可以先做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對 往自己有興趣的地方做 然後看能不能在那邊賺到錢 給我們一個忠告 就是每個人長大都想當youtuber 一旦youtuber是多了的話 你們就賺不到錢了 你去做那種沒有人做的 你絕對找到事 就是比如修一些人家不會修的東西 做一些emergency的工 因為很多年輕人會迷茫 先往你們有興趣的東西做最好 如果你爸爸媽媽是做到不錯的 你一定要聽他們的話 他們如果可以生活到不錯的環境啊 可以賺到錢啊 你一定要聽他們的話 因為外面的話可能是 給你去死的 爸爸媽媽的話不會害你死 可是也不要聽到啊 你要有自己的主見 你要有自己的主見 這個就是你人生要拿捏的一個點 OK 等一下我們這個是在痛我們自己咧 可是我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不要全部都覺得想要做youtuber 其實 不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啊 其實沒有 因為網紅在這個 其實已經慢慢都覺得 雖然賺多 但是還不是坑網友的錢啊 什麼什麼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坑過網友的錢 其實我們只是賺廣告商的錢罷 其實你們是free的 看影片 如果你們看到我們 有帶給你們歡樂 你們繼續看就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當網紅 但是你們reaction也真的要很高 然後你們也要很creative咯 不creative就像我們這樣咯 Fanpring咯 Fanpring也是creative咯 Fanpring也是creative咯 要三思 要三思 加油就對了 OK 我們換我們下一個題目 在你頭上 在你頭上 啊 找到了 本來很想要感性的 可是那個餐飲弄到 把整個感覺弄到有一點關係 是 講到工作這東西 我老實講我其實是一個 工作狂而已 只要有工作我就覺得我整個人會很開心 但是一沒有工作 我就會很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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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發現到就是我一懷孕過後 很多工作不能做 很多的代言不能貼 很多的宣傳不能拍 他的收入至少是 正常18天罷 減掉70% 真的啊 但是我沒有埋怨啦 只是我覺得說 竟然有會遇到這個的一天 但是沒有辦法我覺得 孕婦不能接這些太多的其他的東西 是正常的 對我就要壓力一點咯 然後我可能也要想些東西做咯 然後這也是我要套出去的一個坎 可是我其實覺得 你懷孕過後 你的流量很高啊 如果是這麼沒有job 我就很奇怪 因為孕婦很多東西 不能碰 然後也很多商家 他們也擔心 會不會給我太過勞累啊 或者是東西會不會傷害到我啊 這樣你現在有累嗎 沒有累 現在就不會累啦 所以有什麼廣告可以 就是找他 找這個 找這個email可以找我們 找這個email 找他做廣告啊 他現在不累了 又有流量 希望大家幫忙一下 就是互利 哈哈哈 最重要是 大家現在最開心的 很多方式下來好不好 ok 要講工錢 真的是 剪到很大一半 就是讓我受創的一個 一個東西 沒有關係啦 我也不要現在 發這種不能量 對 我只是不想 整天去講這種不能量 我覺得是ok了的 然後還有就是拍攝的話 很多東西就要考量到咯 因為現在我的皮膚狀況很差嘛 就是有很多護膚品 我可以借 但是我考量到 我的臉很爛 我臉現在爛的狀況咯 不是你們現在看到我上妝 你覺得還好 我臉爛是冒很多兜兜 我整個臉是泛紅 我甚至觸近我都會覺得很壓力 我有時候晚上我自己哭過那一種 你們是不知道的 我一直會皮膚很乾 很難上妝的狀態 發現他會荷爾蒙失調 所以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每次跟大家講 我會不會很醜啊 然後我會不會化妝夠會很難看 不會 不會 我一直跟你講 不會還是很美的 因為你還是 你看起來整個人還是很瘦啊 那些 所以你不用 這樣焦慮那些 沒有 因為當你卸妝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的皮膚狀況很差 然後還會被人家講 你的皮膚怎麼這樣 因為我畢竟我是很愛美的嘛 我很愛美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要每一天化妝 我每一天一定要穿美美的 嗯 然後當我這樣的時候 看到自己這樣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交流 真的很崩潰 但是OK啦 我覺得我要慢慢去信 因為我是相信說 我懷孕過後生了 生完過後 就沒有事情 你要加油 才生幾個月 然後我一直問他 會不會很醜 會不會過後 你不要我 因為我看到很多女孩子 懷孕過後 老公出軌 然後我就很擔心這種東西 對 所以我現在每天二十小時 黏住他 不要去想像多生了 Baby 我就照顧你回你妹妹 所以他真的是很愛美 因為他每天要 一個小公主這樣 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到 他覺得很滿意 他還出門 因為可能是他的星座 講求完美 然後他一天可能可以換幾次衣服 你們不要去攻擊有這樣的人 很多女孩子都是愛我 我覺得 我每天打扮 我看到自己美 我才會開心的 這個就是他的Live 就是我們以真實的 面對大家 然後跟大家講心事的一起 焦虑到我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 我可以去海邊休息 就是很心情很不好 因為每一天看到自己這樣做 我還不想面對人 不想看到朋友 不想看到人 都想要去沒有人的地方 但是沒有辦法 要做工 就是後天我就帶你去 多兩天我就帶你去海邊過夜 OK 我們下一個問題 好咧 不要哭了 太醜了 就看到肚子穿前 又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身體走行 是啦 肚子到我覺得 看到我還是OK 他們講 現在五個月 可能你肚子還沒有長認真聞 你相信嗎 過七個月 八個月 你肚子一定認真聞 我就會想很多 現在沒有 會不會以後有油了 過後會很醜 我穿衣會不會很難看 我會想很多這種東西 在下面方條電寫加油 零零 我看掉多一點我酷啊 不要多留這樣多錢 要要留 其實這整個婚禮 我們也籌備了很久 也有幾個Tim在籌備 然後就是你們有看過 這部結婚影片 沒有什麼back comment 這個是我們也很感謝大家 發現我婚禮過後很累哭耶 來跟我們感濕是嗎 我們講我們結婚 那時候用了多少錢 接近四百錢接近 差不多 當然也有一些 跟常常談啊 談一些贊助一小部分 肯定要的 如果沒有談的話 可能價錢會取得更高 這個是我們一生人一次 我們也把我們的積蓄 的很大部分 拿來做這個婚禮 但是我跟你們講 需要我們是談贊助 但是我們談呢 都是找的合作夥伴啊 最好的不要說隨隨便便找 哎呀做到差 怎麼辦 對不對 贊助不是我們自己去 一直叫人家來贊助 我們當然是出來談 其實你可以帶給我什麼 我們可以帶給你什麼 然後我們才合作 不要你們誤會 好像被我們網紅 全部都來贊助啊什麼 其實贊助是什麼意思 就是合作 其實是一樣這樣 沒有因為有一些商家 他們也是需要我們 然後我們也是可能 也是需要他 一個公司 一個合作夥伴這樣子 然後當然商家那邊 也是覺得很ok啊 我們有盡心盡力 大家的配合都很好 這個結婚開銷是到這邊 嗯ok我們其實要講話 我們的婚禮還是虧錢 對還是虧 因為很多人覺得結婚一定會賺錢啊 可能會收回紅包錢啊 沒有本能 就算你在酒樓就是結婚啊 我問過太多了 你最幸運就是剛剛好 拿回那個錢包 所以不要覺得指望結婚會收回紅包錢 因為現在錢小了 東西貴了 還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我可以提一下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會講說你們的婚禮錢 你們是講分配 ok我們結婚了 我們的所有婚禮的用的東西啊 全部都是評分 除了他的拼金是他給啦 所以我們一起搞婚禮 我們也沒有跟父母拿錢 就是我們整個婚禮是我們自己 這樣子逃出來 自己逃了 然後掃一塊肉這樣子 不為了就是給自己有一個圓夢的機會 就是以前我們小時候想要這樣怎樣的婚禮啊 那種感覺 其他一次婚你不想結了 太麻煩了 是 嗯 哇很神奇喔 欸我跟你們講 這個我必須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懷孕前我喜歡吃 啥雞啦 就是你們很多人都知道了啦 然後我其實也是個飯桶 我是看到飯我就是會想吃飯的 就是如果有麵跟飯選的話 我一定選飯的人 就是我跟你們講很神奇 我懷孕過後 我竟然想吃麵 你們懂為什麼嗎 因為他 因為达达的家裡的血統呢 是很喜歡吃麵的 很喜歡吃麵 我還是很喜歡吃麵 然後我就回想 其實我講不對喔 為什麼咧 原來是因為他的家裡有這樣的遺傳 然後原來他也跟著他了 ok 他有一個最離譜最離譜 我跟他自己講 全家人都有吃很愛 爆愛 然後他是超級抗拒 不可以嗅到 不可以看到 結果他現在愛吃 但是我活了 要接近30年不碰的東西 嗅到味道我是覺得是那種 臭勾區 那個勾區味是累積了萬年 惡臭的那種味道 你講的是什麼啊 榴槤 不要驗證 你講的不是假 我現在馬上拿貓沙王出來給你吃 現場吃 ok ok 這個貓沙王榴槤是YYDS 那時候買了喔 很酷喔 我真的無法相信喔 我以前秀榴槤我覺得 臭到要死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 呃 他的感覺是怎樣的 ok 結果我現在看秀到這個榴槤 是完全一點覺得都不臭 然後他覺得很想吃 我那時候我跟大家講過一句話 如果我有一天想要吃榴槤 你要立刻馬上帶我去吃 又收訂 講完過後我會反悔 然後結果有一次我跟大家講 來了我試一下囉 結果當然就立刻帶我去吃 然後一吃完過後 我各幾天我就想念他的味道 嗯 這好吃的 哈哈哈 榴槤是不是有一種 你無法形容的一種 回味感 欸真的啊 苦又甜 又有一點發酵的味道 你講不出來 他吃了他就講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味道 嗯 达达的總家人的筋 也是很喜歡吃榴槤嘛 所以我完全很確定的就覺得 小黃黎的筋100%是跟著达达 你跟著我什麼 我們的問題就全部到那邊了 我們後面會跳一個花絮 就是讓我們看下我們家 有一些東西沒有拍到的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我覺得齁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想問的 你們可以在下面 因為我們說 接下來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個 可以再拍 說真的我們也不懂 你們好奇我們什麼 如果還有好奇的 你們就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可以盡量回答 可能問到我們一些很熟的朋友 我們可以抓他一起來講真心話 嗯 我今天講的東西啊 是沒有一個之錯 然後我的開銷啊什麼啊 全部都是真的 如果喜歡我們這樣影片的話 記得 幫我們按下你們分享 訂閱 ok 然後在下面留言啊 一些就是鼓勵他的話啊 也不用特地鼓勵啊 或是 你們想要我們找誰 你們可以寫在下面 還有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繼續寫在下面 ok 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好吃啊 好吃齁 好吃 哈哈哈哈 ok 你看我們的盲信服嘛 全部這樣子 你看他們的表情 然後有一個過濾器你看到 還有冷 冷氣 20到20開速 雖然他們泵 從那邊挖出一坨石啊 可是剛剛等一下 會清理哦 然後 這次啊 他會玩這個東西哦 不要睡啊玩看 開放你們有看到我們在前面 拍影片的時候 我們坐在那邊啊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跑 ok好 就帶你們去看一下 另外一些東西 ok 這個擺設品 這就是我們選 兔年的LV設計 他是一隻兔子來的 然後剛才也是 送給小黃蜜 嗯 送給小黃蜜的兔寶寶 還有這個花 就當作一點擺設品 這樣子啦 ok ok我們客廳 也加了這些花啦 這個花很像你看 很像這種科學的東西這樣寫 哦 他其實是一個插花的東西啊 然後 如果你們在前面的淘寶開箱 就看得到 對 然後我們的客廳是可以看出去 是草腸 跟一些車可以走過 ok啦 還有這棵樹 我也在拍給你們看啦 應該像是有拍過 這棵樹是我挑選了蠻久 他們就是講什麼 很嚴松啊 還是什麼啊 不懂 不懂真實的姓名啦 然後現在還沒有修剪的狀況 然後修了 它是一粒一粒圓圓的 這裡有11粒啊 然後我們有加這個太陽能燈 這個燈哦 好處就是 它不用拉WIRE了 它就是晚上 一這樣子黑的時候 它就會亮燈 它有壓住好嗎 它就會照燈出來 然後我們旁邊這邊 全部都是太陽能的 你看到嗎 打掉 它就滅掉了 我們經常在裡BBQ啊 靠外面的車走來走去啊 然後我們這邊 好在就是我們的路 全部是平的啦 它不會有山坡下坡這樣子 看這樣子是很舒服的 一片平平 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設計啦 OK 有小小改變的 就是我們的二廳這邊 這是我們上來嘛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廳啦 然後我們把它打造成這樣子 感覺比較有清新的風啦 然後也配合到這個顏色 就是這樣啦 好幾位 到今天 我們下一個小時 為是不是 movimento 我們下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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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降